笑死 就只有笑死兩個字而已 阿宇將就平行完 抱歉 我沒有打算這樣算 其實目前的受害者 我知道的人已經超過50個以上 但因為敢站出來 陪同我們打這場仗 目前有3、4個左右 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部分的受害者 都有被恐嚇過 那些受害膜加起來 我覺得估計應該 已經破千萬 包辦大動作出售了 帶30名受害者集體控告 有否吸怒討千萬 你對我來說 我直接講就像炸毒一樣了 我就明白講 這錢下是我的 你要怎麼給我交代 Youtube 蹦板 日前上傳控訴網紅 有否吸在娃娃機店 舉辦的一番賞藏錢詐騙 事後店家曬出監視器畫面 反控遭蹦板 社局閒人跳 有否吸更加碼爆料 蹦板私下黑的做一堆 蹦板也透過 3D新聞網獨家專訪全說了 要是我做黑的 是因為我的外面 並不是說 你真的看到我做什麼事情 我的產業其實搭得很明白 很透明 我覺得現在已經也是 在檯面上的 做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都在放著大家看 所以如果說今天 我真的有做什麼黑的項目 或是說我做一些非法事 其實我一下就爆出來 其實目前的受害者 我知道的已經超過50個以上 但面一趕站出來 陪同我們打這場仗 目前有30個左右 最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的受害者 那些受害者如果加起來 我就估計應該 這些受害者我已經請了 委任了兩個律師 日陶洋網 因為很多受害者 其實都是一半人 或是學生 這30幾位的一些受害者 我剛剛有說 我請了兩位 有打折給我的律師 去帶來帶領他們 去地檢署 聽告 能不能拿回他們原本損失的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幫他們做到就是 幫他們討的公道 目前我們得知的金額收上 超過300萬 平均都10幾20萬 但還有更多的就是 我有些受害者沒有接 那些受害者我加起來 我覺得估計應該 就過千萬 其實我自己 自認為我浪費社會資源 因為這一番長時間 鬧到我覺得 也是太多天 超過我想 我是終究還是 臉皮比我厚一些 他說我不認 我不要認 其實他老而講 我也不知道他會去 幫我 讀這件事情 我也是事後才知道 他當下也沒跟我講 過年的時候 他有傳過一個訊息 他很 恭喜我就是 慢慢的做出我自己的風格 但他也跟我講說就是 以他過去的經驗 會曾經不可言死 曾經會覺得說 自己就是我女人這樣 他希望我不要再重生了我 我就會覺得感受到 其實這個朋友是可以 真心對待 他的感情世界到底是嗎 因為他感情世界其實是蠻複雜的 大家的感情世界都蠻複雜的 都沒什麼問題 崩板目前以精品代購為主業 五年前開始從事 當直播主 今年斜槓當起YouTuber 收入上益 賺了新冠牌 不好意思啊 有再多一些在不玩 台灣不敢再賣 沒有啦 台灣有啦 今年又再多買一刀 然後 誰 什麼 好啦 不要再賺那麼細微 對不對 我還打過最局又來打過 今天買了自己的店面 所以想要成立自己的 就是一個總部 就一個新的里程 也是在中立 我這個人就很愛家鄉 我房貸一個月要獎200元 我全部都是用袋孔買的 我後面有鮮金 你不是一次負責 怎麼可能 我不是負責貸 不算什麼要負責 我付房子 算都算 全部算起來喔 那大概15萬還要 我控制自己一個月 自己個人花銷 不要超過200元 所以你就猜不自己 我沒辦法 因為我很愛要花錢 我旗家有沒有 光我精品店 30多個吧 我從 三年前有五家店到現在 一支一家 因為生意太好 反正是突然 就是搭上了直播的風潮 以及說就是一支舞 一做直播這一塊 就越做越好 我的貨來不及進來 那你就會發現 原本五家店 其中有一家店的貨 原來不及 因為 你貨進來就被我銷掉了 還沒擺滿 所以那家店就開始變 所以我講那是收掉一家 所以又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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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那生意家 我連網路上都沒有在更新 店裡面有貨 然後跟我直播賣一賣 就有來不及更新下來的東西 講到有點囂張吧 哈哈哈哈 有夠囂張